休息越多但越好啊 放假太多了吧 現在年輕人太不努力了 自己得到足夠的休息的話 就有可能會在工作上面更提高效率 不如週休七日在家耕田如何 該台灣人都蠻圖的吧 下班他們的沒事做 喔呦 為什麼還有那麼多天才放假啦 為什麼蠻好累喔 欸 不要擔心 因為台灣現在有可能成為 全亞洲第一個週休三日的國家喔 真的假的 因為現在連署要求週休三日的人 已經超過了5700名 所以政府必須要在6月26號 回應人民的訴求 但是大家到底是怎麼看的呢 放假太多了吧 對公司比較不利 現在年輕人太不努力了 人生要有奮鬥的目標啦 你只想玩樂的話那沒有意思 剛好前幾天在不必有看到這個議題 我上去留言 我就說不如週休七日在家耕田如何 不同行業別是不一樣 你如果說今天你是那種科技業啊 什麼的上班族 那你當然比較容易配合 你說服務業 有人休三天嗎 我看一天都沒有休啊 店每天都開車 因為每天要店租啊 對啊我們如果今天店休三天 那房東他有可能 一個禮拜少收三天房子也不可能 稱誠啊 剛剛員工當然希望多休一點 多休三日其實我是覺得是OK啦 因為等於說就是 呃對員工來講 可能他們會比較辛苦一點 主要是因為你壓縮了工作日 但是你工作量並沒有減少啊 所以你只是更少的時間 然後處理完這些KPI的事情 比如說我是覺得比較困難的地方 是你可能要重新擬定說 這樣子的上班日 然後可以完成事情有多少 可是我覺得這短時間之內 一般的行銷公司 應該是沒有辦法 接手 因為客戶的預期跟 我們已經訂下來的年度計劃 就是長這樣 但是你突然減少了一天的上班日 這個對員工或是對公司來講 都是一個衝擊性蠻大的 這樣就先拿下來 好 先把場面下場 我也不太希望 突然如果禮拜三中間在休閒 變成說你隔天還要幹嘛 又要交接的話會有點小麻煩 算誰啊 因為其實台灣公司 然後現在算蠻長的吧 不贊成 因為譬如說如果週休三日 然後要做事情一樣多的話 那就變成說 我必須要可能要加班 或者是要花更多休息的時間 去完成這件事情 週休三日這個不一定要是 用一個法令的形式 或行政命令的方式 做一個拘束 我覺得是可以用 在法律上來講 你可以做一個訓事規定 就是說你要不要採用 你可以決定 這個不是硬性要求說 每一個企業都一定要遵守 這樣的一個規則 歐美人他們都不存錢啦 可是你看台灣大陸 我們的存款率都是很高的 我們這是本性 我們就喜歡未雨綢繆 那你說奴性 你也可以說奴性 我們想要多賺一點錢 留給下一代花也OK 歐美人他們不流行這個啊 那他們今天如果週休五日 我們跟著週休五日 大家都吃土 你看台灣人都蠻福的吧 家裡可能比較清寒的 或者是比較低收入那種方便的話 會覺得可能好像是整人的氣吞聲 可是國情不一樣 簡單來說 住在國外居民 他們習慣有下午茶 有點心 有他自己休息時間 他們習慣就是 固定五四五點 可能就下班呆啊 所以你在國外享受的就是 自己休閒生活 然後你可以自己做安排自己行 可是對於華人來講 他不是 因為你下班他變得沒事做 他寧願上班 他也不願下班 這是長久以來的一個觀念 你不是說不好 只是說華人就是這樣的形態 已經行之有嚴 那你對於歐美來說 他那一套能不能用完這邊 不確定 但是可以考慮隱性 這是肯定的 我覺得通常放完年假的上班族 我自己也是 就是你放完年假 然後回來的時候 你真的會充滿那個衝勁 所以我覺得適時的休息啊 充電啊 我覺得對一般的上班族 應該是對任何人身心 都是很健康的 自己得到足夠的休息的話 就有可能會在工作上面 更提到效果 放假那麼多天 回去上班 你還是要上幾八條啊 不可能馬上就投入工作吧 對 對不對 給你適應完又要放假 休息越多站越好啊 週休三日 連署超過門檻 政府對話回應只是第一步 後續的配套措施 以及工作如何安排 更是民眾關心的重點 對於未來時事的方向 我們來聽聽看 民眾們有什麼樣的想法吧 因為行銷是這樣子啊 你一定是在去年的時候 就已經擬定明年的年度計畫 所以既然時程都排好了 那我們就是要完成它 所以工作量是一定的 但是你又減少了一天工作天 但是這個不影響KPI 該做的事情還是要做到 但如果說無法達成客戶的預計 那確實就是公司要考量的東西 那代表就是說 我可能真的就會需要更多的人力 來完成我明年的目標 如果再多請一個人的話 等於說他現在最低的薪資 就是兩萬六千多塊吧 對啊 所以這個就會是增加的成分 那會影響到你原本 就是你的員工的薪水嗎 你會幫他們減薪 或者是可能有另外的挑薪幾率嗎 我覺得應該會是 你升遷跟調漲薪資的速度 會變慢 就等於說 因為我人力成本要增加 然後但是能完成事情的時數 並又減少了 所以我覺得 對升遷或是員工要加薪這件事情 我覺得可能公司就會想比較多 我覺得要看減多少吧 對我來說 休息比較重要 因為他多休関 可能就變成說 你可以有加工費 或者什麼 那你自己個人的話 會選擇是說 那我多工作一天 我要休息 我覺得生活品質比較重要 我夠用就好了啦 因為上半天數越來越少的話 薪水反而是越來越低 覺得蠻多人很想要多賺錢 比如說我就明明就很缺錢 可是因為規定 我不能連續上過幾天 或是連續上過幾個小時 那所以導致他們沒辦法多上班 他們最後就會跑去 跑烏克啊 跑去跑熊貓 一樣意思啦 因為我們真的有聽過這種狀況 就是說 他可能在這邊上班 那他薪水可能不夠 那他沒辦法在這邊多加班 那他於是他只要再跑到另外一個地方去做堅持 薪水同樣變少 然後但休息的日期變多嗎 因為我們現在就薪資 普遍應該也沒有到很高吧 那如果薪水又變少 就是我休息時間就是這麼多 然後我還不能花錢去娛樂之類的 那我週休三日要幹嘛 保險業界來講的話就是說 你有成交客戶或是有額外的獎金 所以對我們來說的話其實也還好 因為有些人員工他是需要多工作多斷點錢 對他來講週休三日可能會影響到他的生活 但對我們業務來講的話就是說 我們不管休幾日 你想什麼時候休息其實都可以 對但是就是如果我希望說能夠有額外的獎金 薪水高一點的話 那我就是要付出比別人更多的時間 這是一個對等的 我每天工作六小時 因為我至少覺得每天工作六小時 至少事情可以一直 至少會不會間斷或幹嘛幹嘛 會比較好 如果中間有休息一天什麼 你事情就砍那邊有點煩 每天工作六小時 我覺得還不錯耶 因為我覺得就變成是說 大家就是在短時間更有效率的 完成自己工作上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這應該是所有老闆 都想要的 就是自己的員工是效率增加 但是產量不變 或是產量還可以增加的話 我覺得這個很完美啊 這個概念我蠻喜歡的耶 因為這概念就代表說 我要在這個短時間之內 完成今日的東西 然後我又可以再回到自己私人的生活 然後累積 比如說我要學習啦 或是我自己的興趣啊 所以我覺得搞不好世界會變更好 這個是一個配套啊 這個是一個配套 我覺得是還 就是如果是這樣配套 我覺得是其實還可以 勉勉強強吧 它至少還是有點彈性 可是我覺得 就跟以前只有休一天一樣嘛 週休四日 到最後變六日 然後慢慢把一些 該放假的紅字把它殺掉 把它改掉 我在想大概是朝這個方向走吧 我覺得實際上不太可行 就不太可能會 呃 取消所有的國定假日啊 喜歡你的電影 我是我是西西亞 喜歡今天的內容 歡迎留言跟我們討論 也不要忘了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或者是追蹤我的粉絲團哦 才不會錯過我們的最新資訊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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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